这个女孩就像是饿死鬼附身了 疯狂地往嘴里塞东西 满满一大桌的高热量食物 不大一会儿就被她吃得一干二净 吃完了一上升不仅没有长胖 反而还瘦了三斤 这应该是每个吃货都梦寐以求的吧 但女孩并不知道 一只巨大的尸虫正在她的身后 疯狂吸食她身上的精华 这天女孩在健身房边喝奶茶 边给闺蜜打电话 炫耀自己整天胡适海盒的 就是不胖 你说气人不 这一幕正好被扇梅看到 扇梅从小就有阴痒痒 可以看到各种阿飘和怪物 但这尸虫她还从来没有见过 于是变好奇地跟了上去 发现这尸虫竟像是寄生在了女孩的身上 无时无刻都在吸食她身上的能量 扇梅马上展开了调查 这一查却发现了大问题 就在不久前有两名因厌尸症死亡的人 刚好都是这家健身房的会员 很有可能就是那个怪物搞的鬼 于是扇梅找到几个朋友 让他们假装导演去找女孩签约 助理趁机问女孩 你一直保持这么好的身材 是不是有什么祖传秘诀呀 为了当上电影的女主角 女孩毫不掩饰地拉起衣袖 说自己怎么吃都不胖 全都是因为这个神奇的事情 这是一个神奇的纹身 不但能自己制造分身 还可以顺着手臂来到对方的身上 更诡异的是 她还有所有女人都羡慕的特异功能 就是怎么吃都不胖 为了查明真相 山美独自一人来到健身俱乐部 准备找女孩了解情况 可她刚一进门就发现 这里每个人身上都有那个纹身 而且身材一个比一个好 她猜想失踪应该是通过纹身 寄生到人身上的 然后不停地吸取能量 直到吸干宿主就会死亡 山美在人群中看到了那个女孩 趁着她去上厕所的机会 山美急忙追了上去 此时女孩的脸色已经非常憔悴 显然已经离死不远了 山美走到她的身边 故意抱怨自己为什么越来越胖啊 接着又转身对女孩夸道 哎呀你身材也太好了吧 如果我也能像你一样就好了 听到这话 女孩立马表示 可以帮山美也变成这样 说着她娘手搭在了山美的肩膀上 接着那纹身分裂成了两半 半个纹身沿着手臂来到了山美身上 并变成了一个完整的纹身 与此同时 男有大圣怕山美有危险 就来俱乐部找她 大圣并非凡人 而是韩版的孙悟空 找了一圈 山美没找着 倒是一眼就看到了 寄生在女孩身上的尸虫 她静止走到女孩面前 撩开人家头发说 你身上有只虫啊 女孩以为大圣是要搭讪自己 并没有给她好脸色 大圣也懒得解释 一般上就拍到了纹身上 直接把尸虫给打散了 尸虫消失后 女孩虚拖的倒在了椅子上 大圣扔下她继续去找山美 终于在角落里发现了她 此时的山美正在胡志海赫 而她的身上竟然也有了纹身 就赶紧上来询问她是怎么回事 山美告诉她 自己已经查明了 尸虫就是靠着纹身传播的 大圣见山美这吃货的样子 也是无语了呀 抬手就要灭了纹身 结果却被山美给挡了下来 可这个钢铁智男才不管那么多呢 一巴掌胡说却就消灭了纹身 为了彻底消灭尸虫 他们又来到了健身房 结果那些身上有纹身的人 都是这里的会员 尸虫的源头八成就在这里 正在两人寻找的时候 看见一个女人站在体重秤上 表情非常的痛苦 原来她还有一个月就要结婚了 但无论怎么健身就是受不下来 女人不停地抱怨着 突然从体重秤上散发出了阵阵黑烟 将女人笼罩起来 原来体重秤才是尸虫的本体 这些减肥的矿人 每次看到体重秤的数字 都会非常的难受 久而久之 这些人的负面情绪积累下来 最终变成了尸虫 山美大喊着让体重秤上的女人赶紧下来 可为时已晚 尸虫已经附在了女人身上 现在杀掉尸虫的话 女人也会死掉 山美灵机一动 立马割破自己的手指 血液的气味把尸虫引了出来 她渐渐地向山美逼近 危急时刻 大圣一巴掌拍散的尸虫 然而下一秒 黑烟再次聚活成尸虫 不过大圣并不紧张 她拿起眼灵狠狠地砸向了体重秤 体重秤直接原地爆炸 尸虫也被彻底消灭了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遇到不顺心的事呢 千万不要沮丧和抱怨 虽然不会产生尸虫 但肯定会影响自己的身体健康 最后我还是想问一句 如果真有尸虫让你狂吃不胖 你会让她寄生吗